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范例1 动量守恒的例子 之后各位去实弹练习 一定要记得枪托要抵住肩膀 让枪跟人看成一整体 否则的话 如果你让枪没有抵住肩膀 发射子弹的时候 枪会有往后退 会敲到肩膀 所以这就是一个作用和反作用力 那我们也可以用动量守恒 来解释它 好,那我们来算一下 一开始 两个物体都是静止状态 然后发射之后 子弹发射出去的速度是 800公尺每秒 那枪后退的速度不知道多少 就是我们要求的 好,那么 怎么算呢 我们前面呢 复习一下好了 复习一下动量守恒的条件 力 其实就是动量 随时间的变化率 那当这个力是0 当外力的总和 当外力F40的话 动量就不会有变化 那现在如果 1号物体的动量 加2号物体的动量 也就是1和2 这两个物体的总动量 如果没有变化 三角形代表的是变化 那如果没有变化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说 1号后来的动量 减掉1号原先的动量 加上2号后来的动量 减掉2号原先的动量 会等于0 最后就会写成 P1加P2 就会等于P1'加P2' 有加P1的就是后来 没有加的就是原来 这样就是一个动量守恒的公式 那对于子弹而言 我们可以把子弹叫做1 子弹叫做1 枪叫做2 这样子 那一开始子弹的质量 动量的定义要记得 动量就是mv 子弹的质量0.01公斤 乘上0 再加上4公斤的枪 速度也是0 一开始都是静子 后来呢 后来子弹的速度 速率大小变成了800 而枪的叫做v 这样算起来 v就会等于-8 -2 v就会等于-2 那这个负就代表是 跟子弹的正800 是反方向 是反方向 那如果只问大小的话 那v就会等于2 速率就会等于2 所以第一小格是2 那第二小格就要用到 最一开始的这个式子 最一开始的式子 在这段期间 枪所受的平均力 就是枪所 枪的动量变化 去除以时间 那枪的动量变化就是 后来的动量 4乘上-2 减掉原来的 原来是0 再去除以 0.01秒 所以算起来是-800 那一样这个 负代表的是方向性 是 我们以向前为正 所以负就向后 所以它的大小叻 就是800 这就是动量手横的应用 这就是动量手横的应用